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需要合理地管理自己的财务 以确保未来的财务安全 然而 对于一些人来说 繁琐的财务规划似乎是一项枯燥而废实的任务 他们更希望有一种懒人的方式 可以躺在床上或者尽量少付出努力 却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和致富的目标 今天 我们将探讨一些看似不切实际的方法 但却可能帮助那些懒惰或者不喜欢花费过多时间在财务规划上的人 实现财富增长和财务自由的目标 请注意 这些方法并非绝对的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因此 在实施之前 你可能需要咨询财务顾问或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探讨懒人的财务规划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财务规划的基础知识 这些知识将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如何将懒人的方法与财务规划相结合 预算管理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否愿意花时间在财务规划上 预算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它有助于你了解每月的支出和收入情况 从而更好地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 你可以使用各种财务应用程序或软件来帮助你轻松地追踪支出和收入 储蓄和投资 除了预算管理 储蓄和投资也是财务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通过将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 并将其投资于各种投资工具 你可以实现财务增长 不管你是购买股票 债券 房地产 还是选择其他投资方式 都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目标来制定投资计划 债务管理 如果你有债务 如信用卡债务 学生贷款或房屋抵押贷款 那么债务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确保你按时还清债务 并采取措施减少高利率债务的负担 紧急储备基金 为了防止财务危机 你还应该建立一个紧急储备基金 这个基金可以帮助你应对突发的支出 如医疗费用或车辆维修费用 而不会影响你的长期储蓄和投资计划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些适合那些不太愿意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在财务规划上的人的方法 这些方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但可以帮助你在付出较少努力的情况下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 一自动化一切 如果你是一个懒人 最好的财务规划方法之一就是将一切自动化 这包括自动支付账单 自动储蓄和自动投资 通过设置自动扣款 你可以确保每个月都按时支付账单 而不必亲自去做这些事情 此外 你还可以设置自动储蓄计划 将一部分收入自动转入储蓄账户 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储蓄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 你可 使用定期投资计划 自动将一定金额投资于股市或其他投资工具 从而实现财富增长 二 利用投资基金 如果你不想亲自挑选股票或其他投资工具 那么投资基金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投资基金是由专业基金经理管理的投资组合 你只需购买基金的份额 即可间接投资于多种资产 这意味着你不必自己研究市场 只需选择一家受信任的基金公司 投资基金 然后让专业人士来管理你的投资 三 长期投资 懒人的财务规划方法之一 是采用长期投资策略 长期投资意味着你不需要频繁地买卖股票 或其他投资工具 而是持有它们数年甚至数十年 这样做有助于避免短期市场波动 对你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 长期投资通常能够获得更稳定的回报 因为它们可以抵消市场的波动 四 懒人的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是指不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收入来源 这可以包括股息 租金 特许经营收入 利息收入等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懒人的财务规划者 那么努力寻找被动收入的机会是很重要的 例如 你可以购买股票 获得股息收入 而不必频繁交易股票 或者你可以投资于房地产 然后通过出租房产来获得租金收入 除了股息 租金 特许经营收入和利息收入 以下是更多种类的被动收入 包括在线业务 股票资本增值收入 除了股息 股票价格上涨 也可以为你带来被动收入 当你购买股票 并且它们升值时 你可以选择出售部分或全部股票 以获得利润 债券利息 投资债券 可以为你提供定期的利息收入 而且通常较为稳定 债券通常被视为相对低风险的投资 房地产投资信托 Rights Rights是一种投资房地产的方式 它们通常支付较高的股息 而且你可以通过购买Rights的股票 来获得被动收入 在线课程和教育 如果你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 你可以创建在线课程或教育内容 然后通过销售课程或收取会员费 来实现被动收入 专利和知识产权 拥有专利或知识产权的人 可以获得授权费用或特许权收入 而无需直接参与生产或销售 自助出版 如果你是一位作家或作者 你可以自助出版电子书或印刷书籍 并从销售中获得被动收入 股权投资 通过投资初创公司或小型企业 你可以获得股权 如果这些公司成功增长或被收购 你的股权价值可能会增加 广告收入 如果你在博客、YouTube频道、社交媒体上 有一定的关注度 你可以通过在线广告或合作伙伴计划 获得广告收入 自动化在线商店 创建一个自动化的在线商店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产品 你可以在没有实际库存或物理店面的情况下获得被动收入 许可和特许经营 授予其他人使用你的品牌、产品或服务的权利 然后收取特许费用 是一种被动收入的方式 股权分红 如果你是某家公司的股东 你可以通过公司的盈利分红政策获得额外收入 音乐版税 作为音乐家或作曲家 你可以通过音乐版税 从音乐作品的演奏、播放和销售中获得被动收入 网络营销和联盟计划 通过参与网络营销或联盟计划 你可以为销售其他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获得用金 数字产品销售 销售数字产品 如插件、应用程序、模板、照片、音乐或视频剪辑 可以带来持续的收入 软件授权费用 如果你开发了一款有用的软件 你可以向其他人收取授权费用 以允许他们使用你的软件 养老金和社会保障 在退休后 你可以获得养老金、社会保障金或其他政府福利 作为被动的养老金来源 这些被动收入来源可能适用于不同的人和情况 因此在选择哪种方式时 要考虑你的兴趣、技能和风险承受能力 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 都需要谨慎考虑并了解相关法规 以确保你的被动收入计划是可行的 五、债务整合 如果你有多比高利率债务 例如信用卡债务 可以考虑债务整合 债务整合是将多比债务合并成一笔较低利率的债务的过程 这可以减轻你每月的还款负担 并节省你在支付高额利息上的开支 虽然债务整合需要一些初始工作 但一旦完成 它可以让你的债务管理更加轻松 为了帮助懒人更轻松地进行财务规划 有一些工具和资源可以派上用场 以下是一些推荐的工具和资源 财务应用程序 有许多财务应用程序 可以帮助你 自动追踪支出 管理预算和监控投资 一些受欢迎的财务应用程序 包括Mint Personal Capital和Enab You Need Budget 这些应用程序 可以与你的银行账户和投资账户连接 自动同步数据 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自动投资平台 自动投资平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你实现长期投资目标 而不需要太多亲自干预 一些知名的自动投资平台包括Betterment Wealthfront和Vanguard 这些平台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并根据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财务目标进行投资 理财顾问 如果你真的不想花时间管理财务 可以考虑聘请一名理财顾问 理财顾问是专业的财务专家 可以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和目标 制定财务规划和投资策略 虽然理财顾问会收取费用 但它们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管理财务 并确保你的财务目标得以实现 无论你是采用懒人的财务规划方法 还是积极参与财务管理 都有一些常见的财务错误需要避免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错误以及如何避免它们 不建立紧急储备基金 许多人忽视了紧急储备基金的重要性 如果你没有建立紧急储备基金 突发的支出可能会使你不得不动用储蓄 或者增加债务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确保建立一个足够的紧急储备基金 以应对不时之需 忽视债务 债务管理是财务规划的关键组成部分 如果你不管理好债务 高利率债务可能会严重侵蚀你的财务 确保及时还清高利率债务 并采取措施避免增加新债务 不投资于股市 有些人害怕股市的风险 因此选择不投资于股市 然而 长期来看 股市通常会提供更高的回报 如果你不投资于股市 可能会错过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 可以考虑通过投资基金或ETF 来降低股市投资的风险 不定期审查财务状况 即使你采用了自动化的财务规划方法 也需要定期审查自己的财务状况 生活变化 财务目标的调整和市场波动 都可能影响你的财务计划 定期审查 可以帮助你做出必要的调整 以确保你的财务目标得以实现 懒人的财务规划 虽然可能看起来不切实际 但通过自动化、被动收入和长期投资等方法 你仍然可以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 财务规划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但不必因为繁琐和复杂而望而却步 采用一些简化的方法 你可以在不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 躺在床上就能致富 最重要的是 要记住 财务规划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坚持和耐心 无论你选择哪种方法 都要确保定期审查和调整你的财务计划 以确保你的财务目标得以实现 不要让懒惰阻止你成为一个财务成功的人 你是否渴望实现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 你是否想要建立一个 能够持续为你创造收入的在线帝国 如果是的话 那么自动赚钱机器 打造你的在线帝国 实现被动收入 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指南 自动赚钱机器 打造你的在线帝国 实现被动收入 是一本专为追求财务自由 和时间自由的人所创作的指南 在这数字化时代 被动收入已成为实现梦想的关键 这本书将引导你进入被动收入的世界 教你如何建立一个自动化的赚钱系统 让你的钱开始工作 而不是你自己 通过本书 你将学到不同类型的被动收入流 包括联盟营销 电子商务 带发货 数字产品销售 在线课程 广告和赞助内容等多样化的机会 你还会了解到被动收入与主动收入的差异 以及被动收入的巨大潜力和好处 这本书将帮助你为你的在线帝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包括辨识你的技能 兴趣和有市场价值的资产 选择适合你的利己 进行市场调研 验证你的商业创意 你还将学会如何构建专业的网站或在线平台 吸引潜在客户 并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产品或服务 此外 你将了解到如何实施有效的营销策略 利用内容营销 社交媒体和电子邮件来推广你的产品或服务 你将学会利用自动化和系统化的流程 来减少人工干预 提高效率 本书还涵盖了客服挑战和陷阱 包括如何处理自我怀疑 管理时间 保持动力 以及如何处理挫折 并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你还将了解被动收入的法律和税务考量 以及如何建立关系和网络 最重要的是 本书将帮助你培养成功的创业心态 克服限制性信念 实现自我关爱 并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如果你希望通过投资机会创造被动收入 本书也提供了关于股息股票 指数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的信息 无论你是追求额外收入 财务自由 还是时间自由 本书将成为你实现财务自由的有力指南 不要再将时间浪费在无尽的九突五工作中 开始你的被动收入之旅 让钱为你工作 购买自动赚钱机器 打造你的在线帝国 实现被动收入 开启成功之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cocashankson.uk Apple Books和Google Play Books下载这本电子书 您可在信息栏中找到链接哦 感谢您抽出时间聆听我们的分享 我们真诚希望这些内容能给您带来启发和宝贵的收获 如果您觉得这次的分享对于您的个人成长有所帮助 请给我们一个赞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让更多人也能从中受益 您的支持将激励我们继续提供有价值的内容 此外我们也诚挚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获取最新的内容和资讯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非常乐意听取您的想法并回复每一条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让更多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最后祝福您在人生的旅途中越走越远 获得更多的成就和收获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CokeShangson.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